第七十八集 马晓琳一听冷汗都出来了 白熙 我 你放心 萧和尚没等着说完 一摆手 我送佛送到熙 时间我还有几天 把你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再回我的凌云观 凌云观 影视娱乐公司 本来啊 依着马晓琳的意思 直接奔机场 搭乘最早一班飞机到香港 不过萧和尚推说 要回去准备一些法器 于是就把这时间 定在了明天中午 马晓琳给了萧和尚一张 一百万港币的现金支票 说好了 这一百万港币只是定金 剩下的筹金 事情了了之后再付 最后马晓琳千万谢地把我们三个送出了酒店 还亲自把我们送上了车 等车子一开动 我就迫不及待地问萧和尚 老乡 那个继承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听说过 萧和尚把支票拿出来 迎着太阳光反复看了好几遍 听见我问的 才极不情愿地将支票 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你没听说的事多了 萧和尚 支票是暂时放你那儿的 记得啊 三七二一 萧和尚还想说几句 却被孙胖子打断 哎呀 行了 少不了你那份 你们俩加起来都没有我岁数大 我还能贪你们呢 大厂 开好你的车 有什么话回民调局里再说 孙胖子还要说什么被我给拦住 胖子在后视镜里向我撇了撇嘴 我没大理的 继续问萧和尚 大厂 那接着说呀 我估计啊 可能是有这百万支票在怀里 萧和尚这心情也好多了 嘿嘿嘿 继生倒不是假的 他本来就是继生在人身上的 只不过 我说的严重了点 嘿嘿 他是会吸走记主的生气 但是远远还不到致命的程度 而且对记主几乎没有伤害 嘿嘿嘿 萧和尚说完之后 我马上又想起来一件事 对了 还有件事 为什么我的天眼看不见机生 因为马萧林的脖子后边什么都没有 对吧 这次没等萧和尚开口 孙胖子先回答了 大萧 你伸手向马萧林抓过去的时候 手里就已经扣了一个几手 这次不是出轨 是你变了一个戏法而已 对吧 萧和尚看着孙胖子愣了一下 看不出来 你眼睛不大 可是聚光啊 几十分钟之后 我们回到了民调局 萧和尚开始准备明天要用的东西 一夜乌化 第二天上午 我们赶到机场的时候 马萧林已经在机场里拱后多时了 过安检的时候还是出了点意外 我跟孙胖子腰里的手枪和甩棍 这刀没什么问题 欧阳天佐给了一张特别持枪证 适用于二级特殊管制场所 包括民航机舱 问题出在孙胖子身上 没想到他把这财鼠也给抬出来了 还就放在他口袋里 过安检的时候被人给查出来 孙胖子不管怎么磨叽都不好使 最后还是马孝林 用了他机场VIP的特权 才把这一人一兽给带上了飞机 上了飞机我就问孙胖子 你以为出来玩的 你带他出来干嘛呀 你以为我愿意 没想到孙胖子也是一肚子的牢骚 说着他把这财鼠从口袋里给掏出来 扔在他旁边的空座上 这俩呀待一块有一个多月了 孙胖子现在对耗子的恐惧心里基本上没有了 早上喂他还好好的 也是我嘴欠 我临走之前我说了一句我要去香港 说实话 我那句就是对空气说的 我没想到他一箱就窜过来了 钻进我的口袋里了 他死活也不出来 我抓他他就咬我 你看看这牙印 孙胖子说着 还把手指都伸过来让我看 我看了他一眼 该让你埋蒙 几个小时之后 飞机在香港国际机场降落 马孝林早就安排好两辆大奔 载着我们几个 前往他位于半山区的豪宅 马孝林的豪宅还没到呢 就看见一辆接一辆的警车 从我们旁边驶过 哎 阿玛 不是你家里出事了吗 不非的了 马孝林撇了撇嘴 明显对孙胖子有些不满 要不是还要求我们给他办事 只怕这个时候已经是翻脸了 孙胜啊 你真会开玩笑啊 半山是富云区了 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惊动警方 没办法 我们洗纳碎银了 说着 马孝林还黑黑一笑 不过这个笑容 很快就僵在脸上了 就看前方不远处 一栋大型别墅前 已经停着五六辆警车了 还有三四名记者 正举着相机 在向里面拍照 车子刚停稳 马孝林也顾不得我们了 打开车门就跳了出去 几步跑到一个好像是负责的警官面前 孙胖子把马孝林和警察的对话 翻译给我和萧和尚听 他在问这个里面出了什么事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 马孝林安排看房子的人打电话报了警 因为有两个人死在了马孝林的这栋宅里 看房子的人联系过马孝林 由于他上飞机的时候关了电话 下飞机的时候着急回家又忘了开 这时间拖的久了 那人怕担责任 这才报了警 现在里边法医初步的验尸过程已经结束 从表面证据来看 这两个人应该是进来偷东西的小偷 在偷窃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 这两个小偷竟然同时突发心机梗死 几乎都没有挣扎过 俩人就双双毕灭 孙胖子听他们说完了 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心机梗死 不是我说 心脏不好就甭偷东西了 东西没偷着还把命丢人家家里了 这不给别人添堵吗 萧和尚冷笑了一声 接过了孙胖子的话头 心机梗死 那是被活活吓死的 他眯封着眼睛 看着面前的这栋别墅 看起来 这里面还真是有点东西 挺凶的吧 萧和尚这句话也吓了我一跳 老萧 咱仨到底行不行 要不行你可早说啊 大不了咱回局里边多拖几个人过来 别让最后把咱仨给搁进去了 是啊老萧 有点没点的你可早说啊 我告诉你 现在不是冲大瓣的事 冲大瓣 萧和尚被气乐 我是真大瓣 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高人 他刚说完 马孝离已经和警察交代完了 走了过来 上尾 你们看见了 今天又出戏了 戏人了 大老板 先别说没用的 里面怎么样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没等马孝离骂完了 萧和尚就拦住着他 马孝离有些无奈 已经排除他家了 不过按照惯例啊 进行进行程呢 还需要保留三天 三天 萧和尚皱着眉头 哎呀 我明天就要回陵云惯了 马老板 看来你的事情 怕是来不及帮你喽 马孝离一听这脸色又变了 他已经把这萧和尚当成世外高人了呀 在他眼里就没有这萧和尚抓不了的鬼 现在听见萧和尚要撤 他开始慌了 大师 高人 神神 大师 一着急 他把能想起来形容高人的词全都给说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 他的思路终于平稳了 大师 我先去安排一下 刚进 今晚 你们就可以进去 大师 你们顺势 保留不成了 一百 零百万啊 孙胖子好像没听清楚 什么 老老老老马你再说一遍 马孝离一咬牙 一人两百万了就可以了吧 哎 萧和尚很为难的叹了口气 马老板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 马孝离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刚才和他说话的警官给带走了 说是去警局路口供 他临走前叫来了他的管家 这位管家五十来岁 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刚才出事的时候 他不在香港 正在澳门 替马孝离处理他在那的房产 听说大宅出了事 这才匆忙赶回来 不过跟马孝离比起来 他这位管家 对我们三个明显的不信任 虽然言语中没有带出来不敬啊 但是从细微处能看出来 他对我们三个是充满了戒心 马孝离走的时候 还叫来了一个律师 这个时候 这名律师正在和留守的警察交涉 引经据点来证明不让我们进去是错误的 不合法的让人无法容忍的 虽然听不懂这哥们说的是什么 但是他交涉的对象 那名留守的警察已经是冷汗直冒了 最后把他逼得没办法 开始请示上级长官 那名律师一直也没闲着 也在打电话找警局的关系 十几分钟之后 警局那边传来消息 允许我们有留守警察陪同 在不破坏证物的前提下 有限制的进入案发现场 孙胖子对这个说法不是很满意 什么叫在不破坏证物的前提下 有限制的进入案发现场啊 又不是去看3D片 哪有那么多限制啊 我拍了拍孙胖子肩膀 就是说我们可以进去了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 看三级片的流程呢 还那么熟 大圣 不解释一下 后边萧和尚也凑了过来 有好演员吗 在警察的陪同下 这管家七拐八拐 就把我们带到了事发现场 马孝林的加了暗所的藏宝密室 也就是那两个窃贼死亡的地方 也不知道这俩贼 他是怎么进来的 暗室的明所和暗所 都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要说专业人士 那就是专业人士啊 进了暗室里边 一眼就看见地板上 已经用粉笔 画了两个人 倒地的形状 这个暗室倒是不小 设计的也不错 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架子 马孝林把他收集的古玩真品 按品种分类放在架子上 孙胖子和萧和尚 看得是两眼直发红啊 要不是有警察和管家 在旁边看着 这俩人保不齐 都往自己口袋里面塞东西了 管家十分客气地说着 看着我们三个人 三位先生 马先生总是吩咐了 三位需要什么 我都会尽量准备好 我冲管家点点头 我们先看一下 需要什么 再问你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